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几天的台湾冬天 真的是又湿又冷啊 我想应该是时候 可以把去年抢买到的 日本制孔雀牌怀炉拿出来用了 这东西每当只要天气变寒冷时 就会变得非常热门 也非常的常在缺货 而且在我使用一年后的新的感想 个人建议要买日本制造的孔雀牌怀炉 它的热传导效能真的会比较强 而且制作品质外观也比较好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比较贵 要1000元出头 大约都可以买三箱好事多的小白兔 24小时竹炭暖暖包回来用半年了 可是目前还没有技术 可以把使用过的暖暖包回收再利用 目前也只能丢垃圾在这种焚化炉处理 对我们的环境也是一种伤害 所以在寒冷冬天使用怀炉取暖 相对更环保许多 而且它又是烧油升温取暖 热效能也比暖暖包更好 蓝油烧完又能自行补充再多次使用 真的算是在冬天很值得投资的设备 而它的怀炉专用油 也不是你高兴要加好加满自己爽就好 它是有附赠一个加油漏斗 在上面可以清楚看到两个记号刻度 在我购买的标准版怀炉加一半可以用5-6小时 加到第二条刻度线能再使用到8-9小时 如果要长时间24小时使用 则是要加两大杯第二刻度线就可以 它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把加油漏斗插在注油口 加油后再转动漏斗里面的油就会自动流入 等一下我们再来加油示范给大家看 再来介绍怀炉使用的专用蓝油 它是使用和打火机一样专用油 而我手上这一罐LEEP打火机专用油 也是大家首次购买怀炉最常配合出货的油 但我个人觉得使用它时身上油耗味会很重 也可能它本来就是为打火机而生产的专用油 有点油耗味应该是免不了的问题吧 所以使用两次后我就在网拍 另外购买一款怀炉专用油 品名叫做Hockey真的有过本土台湾味的怀炉专用油 而它在使用上真的大大改善油耗味问题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啦 纸细纹也只会有淡淡油耗味让我还可以接受 另外在坊间也有人建议可以使用中油出产的挥发油 也是有同等效能发热量也不差 只差在瓶罐没有做方便是加油嘴 在倒油注入油杯中没有专用油瓶来的方便 所以要使用哪一家怀炉专用油 就只能看你个人口袋深度和喜好了 那接下来示范怀炉加油方法 首先在倒油入漏斗时 可以大力施压在专用油瓶上 让蓝油可以更快点注入油杯里 那要加多少油量就看个人使用时间而定 如果今天只要出门半天就加到磕度一半油量 要上班全天后使用 建议可以加一杯半的油量 差不多可以撑到下班坐车回家时间 所以用油量就看个人使用情况 再自行测量使用 完成所需的油量后 再把油杯向逆时针方向转 而在下面的怀炉则是朝顺时针方向转 两者刚好是不同反方向转 而转动速度是越慢越好 不然你太快放油注入怀炉中 有时怀炉里的棉布来不及吸收 就常常会从注入孔狂流出啊 尤其是在酒分满注油时更会常常发生这问题 让你的手上和桌子到处滴满沾满油 让人哭笑不得啊 等油全部注入后再把油杯转到90度 让杯子里面的残油可以流入更多一些 最后再把油杯拿起把残油再倒入 完成后把怀炉火口盖子盖上就完成加油动作 接下来拿张卫生纸把加油肉斗擦干净就完成收工 这时我们就可以来把怀炉点火使用 但在点火前要注意一下 你的手指头千万别去碰火口的触眉 因为手上的油脂会影响到它的燃烧发热的效率 现在我们可以拿起打火机 在怀炉的火口点火让它开始燃烧加热 如果你是刚买第一次使用的话 可能需要点燃4-5次才会燃烧起来 不然一般常用情况下 大约只要2-3次就可以点燃 而怀炉就算点燃 你也很难在火口上看到明火出现 要测量它有没有点燃最快的方法 就是把手指头放在火口上面 如果感觉有点热度 慢慢往手指头冲上来 那就表示你的怀炉已经成功点燃 开始加温工作了 这时就可以把上盖盖好 而这里强烈建议千万别裸机使用啊 一定要放入它赠送的羊毛袋中使用 因为它在全裸金属外壳下使用 怀炉温度可以高达42-45度之间 如此高温长时间接触 可能会有2-3度的烧烫伤 也因为这问题 所以怀炉千万别给幼儿使用 威胁性高 在使用上要多加注意小心 好那现在来测量它的保暖效果 我们先来模拟实测 它放在你的外套口袋保暖效果 在右边口袋则是放入怀炉 而在左边口袋和它对比则是 市面上公认保暖时间最久 效果也不错的日本制小白兔竹炭24小时 手握式暖暖包 我相信使用过它的人都说它棒 也不用我再多加介绍它了 而且它也是在台湾寒流来时 最难买到张缺货的盛品 那先来测试一下 目前它们两个表面温度有多少 在怀炉这里从我们开始点燃使用到现在测到的温度有34度 在暖暖包打开使用后测到的温度只有20度 两者目前相差了有14度 这也没办法 一个靠氧化慢慢升温 另一个是烧油加温 当然是比不过怀炉的烧油发热量啊 那现在把两者都放入外套口袋中封口起来 减少一点热量消耗 我们再用手机定时30分钟后 再来测量它们两者的发热量会有多大差距 而在经过30分钟后 目前室内的温度大约在18-19度左右 而且现在测到外套上半部表面温度为19度 也是准确接近温度计标示显示 那首先来测试大众使用最多的暖暖包保温效果 在多方位测量到目前最高温度有29.8度 而在30分钟前比较是大约提升了有9度 这样表现不愧是大家推荐寒流来的保暖神物啊 而在怀炉这边多方位测量到的温度最高有37.8度 而先前30分钟比较大约只上升了3度左右 这样看起来好像怀炉升温有点慢些 但是它和暖暖包相比可是又高了8度左右 怀炉保温升温效果是比暖暖包强太多了 再来测试口袋内测温度 这里温度会比较接近真实保暖体感温度 而在暖暖包这边多方位测到温度大约在29.5度 差不多是在测试中的公差值里 这样测试后我们可以发现 暖暖包是偏向恒温性稳定发热 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的温度发热 而在怀炉这边多方位测到温度大约在38.5度 可见怀炉还是一直慢慢升温加热中 所以如果你是长时间在室外吹冷风的话 怀炉真的会是你取暖的好伙伴 保温效果加热度也够强 再来试一下他们两实体表面温度有多少 在暖暖包这里多方位测到最高温度有38.6度 所以当你直接拿暖暖包在口袋内使用 会让你觉得更暖和一些 保暖度也会更强 而在怀炉这里多方位测到的最高温度有45.3度 我的妈呀 这温度真的强烈建议千万别拿在手上使用 一定会有烫伤问题出现 而且当我打开怀炉的羊毛袋 把怀炉要拿出来时 怀炉的金属表面温度真的非常高 所以在使用上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 这样相对使用安全性问题比较 可能暖暖包会比较适合普罗大众使用 连给小学生在早上上学使用 家长都可以放心让他携带在身上取暖 那今天的保暖神物比较就介绍到这里 至于要使用哪一种取暖驱寒产品 只能看你个人环境冷度去取舍了 我也不太好建议你一定要使用哪一种会比较好 那最后顺便来教大家如何保存 还有保暖效果的暖暖包 这方法用在怀炉上也是用 不一定要把怀炉内专用油都烧光才能保存 我们只要拿一个密封袋把还能使用的暖暖包 放入后断绝和氧气别再接触氧化发热 等药在使用时直接拿出来就可以再使用了 而怀炉一样用密封袋放入封口 断绝氧气供应 它的火口火源就会自动熄灭 一样等药用时再点火燃烧加热就可以使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使用过其他更优质的保暖神器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by bwd6